你这个事情我知道 我们都 我们的讲话就哭了 领导呢是希望 我再跟居委会沟通一下 然后 请我讲我明白了 请问你是第一个医院 请问是哪个领导答应你的 不要紧呢这没有任何问题 我放行你 请问是哪个领导答应的 是我们那个一号楼的 现在是急诊留官的 那个护士长 好 你凭你的工作经验来判断 他说的话能算话吧 能当家吧 他有权决定你这个事情吗 假如能够决定 我放行 应该是他 应该是不可以承担我的法律责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我跟你讲 我就是你这个事情 我知道 我们都 我不能讲 我这讲我就哭了 你知道我们全绕人手 我希望就 我就发一个 知道吗 好的 我希望就回到岗位上面 因为我们的一生太缺了 但是我不敢做这种 你现在只要你能承诺 能够确认真实反感 那我就放得出去 写个承诺书 就是没有人 我们整个小区一共来了三百家 我们四五千人 我也出来 你让我放得出去 你们是确诊 你们的七楼 怎么出去 你万一有事情怎么办 我不管了 你既然是一无公主 为了上前线你就去 假如需要回来洗澡 我还是允许你回来 我给你一个特别 我就住医院吧 你住医院你的家里面怎么照顾 我想为什么让你反抗 就是因为我想让你出去之后 在你家里带点东西回来 嗯 不然的话都没有机会买东西 好的好的 你现在可以把楼里面 其他的也买的东西 是不是 可以